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我实在不认识这个大妹子是哪里来的 但是不重要 为什么呢 以我们的眼光上下一打了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大妹子厉害 越看越厉害那种 好 这里呢咱们的非凡棋手啊 然后呢我是打了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下场比的无双技能 十级会的两个气 然后孙姬就死了 为什么孙姬就死了呢 因为我们比他大 大就是正义 好 最后呢 这里呢 吕布给了一个必杀 这个第一环的boss呢 是一个固定孙姬搭一个随机的boss 随机的是这个真吕布 然后呢这个人物呢 这个下场比的无双可以追地 但是呢这个非凡以后接不了 证明他这个魔法伤害 这是四下A 这是前A铁山靠 可以看到呢真正烈的这个角色都有铁山靠 然后多吕布的电 然后再给各位介绍介绍 这招 声工展 下场A 这个应该是一个格斗游戏里边的一个大妹子吧 是不是那个暴力而复仇啊 我真不知道啊 我要是知道我就给各位介绍介绍的大妹子是跟哪来的了 各位有知道的话呢 可以告诉我一下 确实这期我是没研出来的是谁啊 好 这样的第一关呢 很轻松的就拿下了 咱们呢继续上号 随机的关卡啊 随到了这个夺经周 这招是下千A 铁山靠 下场A 空中的下A 这一共就得四招啊 这四招呢翻来覆去就用 具体是多少集会的哪招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我现在二十几只都会了 这里咱们继续四下A 下场A的升楼 然后呢一个下千A没打着 被这个黄盖呢第一时间给阻挡了 然后呢这个跳下A是个抓头技啊 可以看到呢 摁到地下之后呢 一顿 一顿这个揉力啊 我也想被他揉力 我得去哪了 是吧 好 最后呢这里再来下场A 一个铁山靠 一个下场A 然后一个下场A 互接 我这里想下场A 互接之后 接这个跳下A的揉力啊 没揉力上啊 好 然后呢 这里继续再给独标啊 但是看到这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这个观众朋友在大幕上问我了 不对永恒啊 我就真知道这个妹子是哪个角色是吧 或者去哪告诉你们的 一定是这样的问题啊 为各位先解答解答啊 你得来这个抖音或者B站啊 两个平台呢 我都同步的直播 每天晚上七点半左右 一定是往左啊 然后你搜索发视频的这个ID就可以了啊 你拿手机下个APP 躺着嘎着一看就完事儿 OK 这里呢 最后呢 抓着这个黄盖了 一顿揉力 完事儿 然后呢 我这个下一关的套装就成了啊 这个依然呢 我是买这个加工具力套装啊 这个人物本身就厉害啊 咱们呢 就把这个输出这个整到极致啊 爽就完事儿了 好 这里第三关随道的第三关 围着那个哪儿 是一个红杖寮 红杖寮的话呢 咱们这里呢 双Boss呢 还是给个下上B啊 这个下上B的话呢 他主要是快啊 因为我这里呢 他就喜欢快点 好 之后呢 这里可以看到呢 一个大推波 这个大推波没接上啊 可以看到这个雪杖寮呢 他不让推地啊 然后这个人呢 这个上下来的B杀呢 这个是一个小推波啊 就像我之前做的那个下人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啊 然后可以看到呢 我这人在用气的时候呢 是有概率会回血 然后呢 在用气的时候 出于低下那个酒瓣是吧 有概率会爆一个B杀装备 啊 这跟我这个杂 雪权下边的这个字母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 什么H等于12 12H 12H 应该都是三十几H啊 乱了啊 然后I等于10 这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 然后呢 V50呢 就是一个攻击套装啊 但是呢 后边呢 有一个叫做 注魔 我把这个V50呢 变成了V加27了啊 哪个厉害呢 我也不清楚啊 反正我就闭眼的找了一波 然后呢这个吕布呢 随意就斩杀了 因为这个吕布呢 我也没准备打一个这个武神啊 我就走一个比较快的一个路线啊 给各位呢 看一个大概啊 看看这个Maze就完事了啊 主要为各位接取的更多的呢 都是跳动的画面啊 哎 你看是吧 这么贴心的主播去哪找 然后呢 这里咱们有三十几了啊 这个B杀虽然是放在视频开头了 但是咱们再看一遍啊 山岸臂的B杀 一个 一个类似于这个吸啊 类似于这个太极气功吸过来这野怪推出去 然后呢 再接个山岸臂的无双 五个气呢 直接秒下了双boss 然后呢 咱们 哎 别动一动啊 这不跳了 好好 哎 动一动 哎 你看是吧 我这太懂了 然后这里呢 我拿的是一个暴剑啊 就每换一个剑的话呢 这个大妹子呢 这个超短裙 小高跟啊 都会跟着这个换一换啊 也是没谁了 好 之后呢 这里暴剑一套这个平A 直接呢 就把这个司马仪带走了啊 好 然后呢 咱们这暴里呢 这个都是球啊 我这附魔有一个项目叫 暴里球越多攻击率越高 不知道对着必杀管不管用 然后呢 就是一个这小哥仨了 这小哥仨的话呢 注意看啊 十万十万十八万 三条三条五条血 咱们呢 直接拉到左边 把关系去到一起 让他打我一下 然后来 骗个暴剑 这里我隐身一倍减 万隐身一减码 来了来了 骗好暴剑 一个下场币 冲击不让 好 干出去以后呢 再一个下场币 OK 小哥仨呢 整整齐齐 结束了 对 你没看错啊 我用了一个 用了两个两气必杀 四个气呢 瞬间秒下三个boss 这个玩意还是很猛的 然后 哎 别动了 好 之后呢 这次回关啊 这是一个叫做七七梦祸路线 神梦祸 这里我懒得跟他们磨叽了 咱们呢 直接就把这个人物的无脑 给他展现出来 然后给各位 给他变上 然后我下场币 我推 我下场币 我推 推之前我挑好了纠碗 然后喝纠碗推 但是因为他是魔法伤害啊 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 明显这暴戏以后 这伤害不如这个暴戏以前足了 不知道各位看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我看一看是这个情况 这个是D人物还是一人物啊 我感觉最少都有D啊 这个玩意儿 没什么特定啊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人物 怎么选出来的我都不知道啊 我这个当时一定左右上下8了 然后呢 在这个 千万角色之中 独具慧眼找到了这个达美丽子 好 这样呢 把这个双boss拿下之后呢 还有两个彩蛋boss 一个是那个之前的这个董卓 你看这个球就是我刚才用必杀调的 看盘着 一个是董卓 一个是这个叫谁来着 啊 那个 武尊跟那个巧 好 这里呢 我也懒得买什么火书天书 什么这个清兵道具了 我就一手这个气功 啊 因为这个人物 连招前面给各位基本展示过了 打到后边的话呢 实话实讲 这种难度不高 人物又强的这个呢 我也懒得细玩啊 你就扒了就完事了 然后这里呢 是这个愣个隐身衣啊 等这个气槽消 因为前面咱们也看了 气槽的波推不掉血啊 然后咱们这里呢 继续啊 再给他扒拉扒拉 好 之后呢 等怪好 不是 等怪聚起 等气槽消失 推一个啊 这个有个怪在背后 没事 咱们这里呢 继续再推一个 应该是全死了吧 全死了以后呢 咱们喝一个酒啊 喝一个酒的话 让一会儿打下个boss的时候 气槽消失 然后这里呢 咱们连一连这个董卓 你不喜欢大妹子吗 我蹂躏蹂躏你啊 我愣个隐身衣 下上A 这里前山靠没靠上 下上A 抓 蹂躏 下上A 抓 蹂躏 还挺好玩 下上A 抓 失误了 没抓着 这毕竟我第一次玩嘛 我也没什么经验啊 连招方面呢 还是会略有失误 好 在 这个四一是打完了 这下我没失误啊 这下四一结束了 然后他挠我一下 咱们这里铁山靠 他倒地了 过来 铁山 哎呀好 靠子扎上了 就给他顶死铁山一 就完事了 OK 这样呢 很轻松就拿下了 这个大总督 他还没过包夹血 我也不需要 然后背包存两个神器呢 左下角那是 加攻击力的 紫色的 下边那个是 白虎神器啊 就是二代那个 然后怪不能动他的 这里你看我 扔了一个紫色神器 AK 加攻击力了 给一个这个大太极 一个BX 打了怪十万滴血 对你们看错啊 十万滴血 就是这个BX 打三条血 然后呢 又一个推波 这推波更疼啊 这推波打了十多万 这里呢 给他俩变成了 这个小动物 然后呢 我给对面的小巧杀死的 然后这里 在暴击的情况之下呢 A4加了四万啊 怎么说呢 伤害爆表 然后这里 扔了个白虎 他打我一下 我一下加血了 我看着了 我的V30 这是V30的特效啊 他帮我打死以后呢 我会反向回血 这是这个V30 那看来这个东西 这里呢 给两个气功 给他推死 把我的所有气功完 最后剩一个左磁呢 我直接给他变成动物 扒了扒了 也就完事了 视频呢 主要就给各位 看看这个人物啊 看看这个不一样的人物 因为这个人物呢 也没在别的 这个游戏里边出现过 这里边呢 人物比较丰富啊 还是可能是比较有趣的 但是这个玩法的话呢 现在有点像 那个群人的骂无双法了 所以说呢 就不给各位 剪钱那么细了 最后呢 给这个大巧呢 一顿抓着蹂躏 咱们的这期视频呢 就结束了 然后给各位呢 最后就换回衣服啊 各位呢 如果这个喜欢 看着好看 别忘了 给我转单免费的赞 明天再见 拜拜